知道你看的A片的形态 那我知道你的立场之后 我要对你丢什么样的资讯跟新闻 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络上看全人片也会被监控吧 民进党立委沈柏阳日前上政论节目 这段惊人的发言再度引发争议 碰到某一些的事情 他就是会觉得自己是 在一个被害的处境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 我不想讲说有病要看医生 但是我觉得适当程度的就医 做心理上面的保健 可能是很重要的 沈柏阳争议言论 再加一 日前他自爆两个月前 就知道中国驻台记者 介入台湾政论节目 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也让外界大酸 根本就是小说家 沈柏阳争议一桩 接着一桩传出自家人也快停不下去了 打开沈柏阳脸书 过去留言不时可以看到党内同志留言 现在民进党自家人不见踪影 难道是要跳船下车吗 在针对他的原因 看到他过去 他其实他在论述上面的战力 真的非常强 所以我想党团的成员 包括民进党 我们都一定会跟他站在一起 绿营立委强调对沈柏阳的批评 都是抹黑 但是说过的话都有影音存证 是抹黑还是失言 民众心中有答案 欢迎新闻客观成庄平达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